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 那么近日的话呢 前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上一个奥运会的主教练郎平 也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谈到了目前的这支中国女排 其实自从蔡斌接手之来 很多的球迷都会拿蔡斌和郎平去做比较 可以说这样的比较对于蔡斌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公平 因为蔡斌无论是作为球员 还是作为教练员的话呢 他跟郎平的确有非常大的差距 但问题是当时郎平和排泄的关系不好 你没有人能够接手啊 在这种情况下 蔡斌能够接手已经算是很有勇气了 你去拿蔡斌的能力和成绩去对比郎平的话 这个对标太高了确实 所以说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主帅 应该说这个奥运会周期 他的工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谈不上优秀 起码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及格线的 当然了 有一方面做的确实不太够 也是被球迷诟病的 就是他的这个新人培养上面 不是特别的出色 在这一期的中国女排当中 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球员能够冒出来 在这个奥运会上去担当主力 打了这三年以来 我觉得就两个新人算是成长的比较不错 能够成为轮换阵容当中固定的球员 一个是二传凋零雨 一个是主公吴孟杰 而凋零雨的年龄已经其实比较大了 属于大龄新人 吴孟杰的话呢 算是在蔡斌执教时期 唯一一个带出来的 还能够担当达任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吧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让蔡斌遭受了非常大的舆论压力 觉得他还是在吃郎平的老本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郎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谈到了中国女排目前的现状 可以说这也是让蔡斌 为什么不用新人 发掘不了新人 给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 或许球迷真的冤枉蔡斌了 那么主持人问到 现在咱们中国女排有一种情况 就是女排的国家队比赛 看的人非常多 但是俱乐部的比赛根本没人看 没有任何的关注度 而谈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 郎平也表示 的确是如此 因为地方队的比赛确实是质量低 而且又非常的少 再加上其实我们地方队打球的人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说我们中国女排国家队 其实能够选才的面是非常窄的 就那么几十号人可以去选 说实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挑选出来 非常优秀的球员 这个也是造成 为什么我们地方队的比赛 包括现在的排超联赛 中央电视台都不转播了 没有人看 没有人播的原因 也就在这里 确实是国家队的水平还算可以 但是其他地方队的水平 跟国家队的水平差距是非常大 这一点通过联赛也能够看得出来 天津女排这两年 可以说夺冠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甚至可以叫断崖式的优势 一整个赛季 你别说天津女排输球了 你让天津女排输一局 难度都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让蔡斌去发掘新人 使用新人 把他们带到国际比赛上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说郎平的这番话语吧 也算是给蔡斌证明了 确实不是他不想挖掘新人 而真的是没有人可以让他挖掘 所以说郎平津女排输球